NBA 2K每年都会发布一款 而作为当年的2K的分面人物 他不一定是实力最强的 但一定是人气最高的 嘿 大家好 我是胡坎球 今天我就带大家盘点NBA 2K分面人物的背后故事 2K初代的四分面人物都是阿伦·艾弗森 在当时答案就是联盟人气最高的球星之一 在2K2发布的01年 艾弗森夺得了MVP 完成了死亡之夸 更是让他人气爆棚 到后来的2K4发布 双方合作了整整5年 可见F3的影响力有多大 2K5本华来世 04年活塞的五虎掀翻胡人F4 大本以落选秀身份 捧起了奥布莱恩杯 所以这年的2K选择他作为分面人物 也正是这一年2K被收购 开始了全新的旅程 2K6到期是大鲨鱼奥尼尔 04年的总决赛事例 让曾经的紫金胡人分本离析 鲨鱼东游卖尔蜜 成为了当时最大的新闻 05年2K6发布 刚刚加门热火的奥尼尔 就被当选为分面人物 而之后在得到二尼尔的加门后 热火在06年成功击败了 达拉斯小牛夺冠 这座冠军也让他再一次 成为了2K7的分面人物 2K8科里斯保罗 06到07赛季 黄分在保罗的带领下 豪取56胜 创造了历史 同时在季后赛 与未免冠军马刺 敖战七场告负 在那个赛季 保罗在MVP榜谈中 位居第二 仅次于科比 虽说没能拿下MVP 但却凭借高人气 成为了当年的2K分面人物 2K9凯文加内特 07年夏天 绿军集齐三巨头 并在这个赛季击败胡人 拿下新世纪对视手冠 这年的加内特非常高效 命中率稳步提升的同时 还获得了DPOI的殊荣 同时也夺得了冠军竞辈 让他顺利的成为了2K的分面人物 2K10科比布莱恩特 09年科比用他那极致的表现 荣登2K的分面 同时当时31岁的科比 无论是在身体技术 亦或是心态的经验 都处于生涯的颠纷状态 场均26.8分 5.2篮板 4.9助攻 率队豪局65胜 西部第一的战绩 同时在总决赛 4比1绅士横扫魔术 夺得总冠军 在这年季后赛中 科比面对四支防守效率 排名前10的球队 场均轰下了30.2分 在加冕联盟第一人的同时 也成功登上了2K的分面 2K11迈克尔交单 在这年2K公司 选择了篮球之神交单 当作分面人物 这也是2K首次把退役球星 作为分面 乔丹毫无疑问 就篮球界当之无愧的瞻扬 在这年2K增加了一个新的玩法 乔丹挑战赛 这个创新的模式 在当时收获了一众好评 盘点NBA2K的分面人物 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 2K12大鸟伯德 鲁弹乔丹和魔术师约翰逊 经过上一年乔丹挑战模式 广受好评后 在这年2K又推出了三种分面 以供玩家的选择 除此之外 在这年游戏中 新加入了辉煌模式 游戏中一共出现了15位NBA的名所 玩家们可以通过玩普通模式 对其进行解锁 2K13 格里芬 杜兰特 与罗斯 这年的2K选择了三位 在联盟中 分头正圣的三大猩猩 作为游戏分面 他们分别是格里芬 杜兰特 和最年轻的MVP罗斯 这也是2K第一次 让多位球星 共同成为分面人物 2K14 勒布朗詹姆斯 这是詹姆斯第一次成为2K的分面人物 2013年 詹姆斯带队成功完成未免 同时还成为当时联盟公认的第一人 当人们都在猜测 这年2K的分面 会不会还是这三个人时 没想到詹姆斯 一人撑起了这年的分面 2K15 凯文杜兰特 1314赛季 杜兰特迎来爆发 连续41场25加的稳定表现 震惊了全联盟 同时还带队闯入西局 那年出色的表现 也让他成功的当选2K15的分面人物 2K16 戴维斯哈登与库里 特别版乔弹 在2K13后 这年的2K再次出现了 三大球星共享分面的情况 不过这年的三人 都分别拥有自己的分面 1415赛季 联盟在战斗二人的压制下 门神库里突然杀出 不仅当选了全票的MVP 还成功夺得了这年的总冠军 而哈登与戴维斯 也在这年出落分盲 纷纷带队闯入了季后赛 而为了与国际接轨 2K国际版本 也开始使用出名的国际球员 登上过国际版的分面 2K时期保罗·乔治 传奇版科比 2014年 休战期乔治遭遇重大的伤病 这次伤病几乎毁掉了 他的职业生涯 然而在下个赛季 乔治王者归来 打出了更好的表现 这样的励志故事 也为他博得了一个2K分面 同时在1516赛季 科比宣布退役 2K将他设为传奇版分面 仪表敬意 2K18凯里·欧文 传奇版奥尼尔 1516赛季 骑士击败73胜 在最后时刻的一球 也让他成为2K的合作对象 17年夏天 在2K确定 欧文克里夫兰 球衣的分面照后 众多商品也一并发售 但没想到 这年欧文 申请交易前往绿军情急之下 2K只好重新制作 欧文的绿军球衣 同时这年的传奇版 选择了传奇中分奥尼尔 作为分面 盘点NBA2K分面人物 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 2K19字母克 20周年纪念版詹姆斯 2018年2K推出 20周年纪念版 詹姆斯以自己绝对的统治力 成为了此版本的分面 而1718赛季 字母克标出了26.9分 10篮板4.8助攻 成为当时东部崛起的劲率 2K也决定把字母克 当作这年的分面 2K20安东尼·戴维斯 传奇版韦德 这年的2K再次推出了传奇版 韦德在1819赛季结束后 真实宣布退役 而2K也效仿科比 为韦德送上祝福 1819赛季 连门都在讨论 浓媒去哪儿这个问题 而为了延续话题性 2K决定把浓媒 当作这年的分面人物 2K21达米安·利拉德 次世代版本 西安·威廉姆斯 曼巴永恒版科比 2020年2K21出版 在1920赛季 利拉德迎来爆发 场均砍下30分 4.3篮板8助攻 成为2K分面的人选 而西安则是被誉为 50年难见的奇才 因此他也登上了分面 2020年1月26日 科比在一次坠机中不幸去世 2K为了纪念科比 为其推出了曼巴永恒版 2K22卢卡东契奇 NBA75周年纪念版 贾巴尔 诺维斯基与杜兰特 WNBA25周年特别版 坎迪斯帕克 1920赛季 独心侠在东契奇的带领下 闯入季后赛 而他场均砍下了31分 9.8篮板 8.7助攻 凭一级之力 对抗快船 2021赛季 同样在季后赛 东契奇砍下了恐怖的场均 35.7分 10.3助攻 7.9篮板 强其中更是砍下了46分 当然不让得成为 这年的2K的分面 同时为了给NBA75大造势 填钩诺天王和小帅子 三位有着投射能力的大个子 被推上了NBA75周年 纪念版的分面 2K23 德文布克 冠军版迈克尔敲弹 WNBA版戴安娜 陶勒希和苏伯德 2021赛季 太阳闯入总决赛 在总决赛中 布克场均砍下28.3分 3.5篮板 与4助攻 这样的表现 也让他顺利当选 2K23的分面人物 而迈克尔乔丹 则是成为了2K23 冠军版的分面人物 WNBA分面人物是 戴安娜 陶勒希和苏伯德 前者被称为 WNBA中的乔丹 在大学时期 曾三次夺得NCAA总冠军 同时还拿下了 三次WNBA的总冠军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胡砍球 关注我 继续带大家一起砍球 我们下期再见